MUZIK RADIO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与自己喜欢的偶像一起 聊音乐背后的故事 音乐VIP 听好音乐 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来到全新宇宙的音乐VIP 我是清人 本周呢 我难得的有一些紧张 不是因为坐在我面前的这一位呢 是三金歌后 也不是因为他已经唱了二十年 感动了无数的人 是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 两位华语女歌手之一 所以完全是个人的情感 让我们欢迎蔡剑芽 秦远你好 请问你喜欢的另外一个歌手是谁 先告诉我 就是caramall味了 ok 好 good taste 好品味 对对对 所以这简直就是感觉 完成了那个职业生涯的50%了 是吧 所以你还没有见到他 对还没有 因为从我做这个节目之后 就他还没有发过专辑 哎呀 对啊 了解 最近我们都在 就是寻求好的生活 ok 了解 所以 婚宁美满 她 对 没什么 ok回到蔡剑芽 ok 嗨大家好 然后 今年其实是 就是很多人见到蔡剑芽 都会开始聊一个主题 20年的这个话题 天哪 其实真的我也 没有想把这件事情变得 我知道 对 就是因为你这个人 但是他确实20年了 你这个人不是很喜欢总结和回看吗 对对对 所以就交给我们 好吧 好吧 对 行 就因为20年真的经历了太多 然后也写了那么多的歌曲 然后 对 你自己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 是 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我们 今天当然这一周还会听到两首 参加的 挺讲 就是全新发行的作品 可是却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歌 对 这形容非常的长 但是他确实就是 算是我 这么多年以来 算就是 生出来的一些小朋友 就是把他们 放出去被领养 然后我再把他们拿回来 唱 是 对 就两首 OK 我们这周也会听到 那 今天首先要来分享的这首歌呢 是 来自于蔡剑芽的 非常经典的作品 红色高跟鞋 为什么第一天不先听新歌 慢慢来嘛 慢慢来 有些东西就是要铺陈啊 OK 聊天 然后大家熟悉温暖的以后 再进入主题 好 我们今天首先来听这首 红色高跟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像我在一辈子里的束缚 却又像风 触摸不住 像手挽成色 发的像水尾 像爱不释手的 我爱你有种做的要心的冲突 疯狂跌破没有退路 你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 找到那双最后唯一的 红色到更切 烫冷喝暖男 深暖心暖 人情暖 过节送礼 就送日加满暖男 一天一瓶日加满 精神百倍 加油干 我感动让你听见 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VIP 我是清远 我们再次欢迎本周客座DJ蔡健雅 嘿 欢迎 OK 然后既然要回顾20年 就从最开始的部分 Bored 天哪 Bored 无聊 这是真的最开始的部分 真的 真的是因为无聊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没有想到我会写歌 我真的是有一天学吉他 自己在家里就是刷着吉他 就觉得这吉他和弦好难弹 就是那个简全部都长出来 就好痛好痛 然后就觉得算了 我就哼一个小调 OK 所以本来学吉他并没有想要唱歌之类的 没有 就想单纯的弹吉他 就是那时候是想之前就是 因为我在一个PUB当主唱 然后被一个乐手骂 是 说我不懂音乐 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是那种 但其实心里面也知道 其实当时也不太知道音乐 了解 但就是那种一肚子气 就隔天就去买了一把吉他 其实是觉得想要证明自己 对 我就证明给你 我明天就可以 我明天就会音乐 我听到那个故事版本 大概是你们对一首歌的cover的版本 编曲有不同的意见 对 一个编曲 对 应该是说 就是小女孩嘛 就是感觉有很多想法 很多想法 很多意见 我就在那边说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再有一些不一样的 什么什么节奏 其实你知道 我后来这样回顾 我才发现说 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其实我到现在 我还是永远 就是我跟乐手彩排 永远都在对编曲有意见 其实从以前就是有这个潜力 OK 只是那时候真的不懂音乐 对 所以那时候就被一个乐手骂 就是你 你这不懂音乐 你还说什么东西 就给我闭嘴 所以那时候就是 那个 好省心 被 对 打击了 对 然后就买了一把吉他 就说我明天就叫VKD文会音乐 这样子就一路来 就自己学吉他 所以你学吉他真的是 自己买书回来 然后你没有去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想 静悄悄 非常低调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 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嗯 所以就是如果你骂了我 就即便你骂了是一个事实 嗯 我会在私底下 我会把自己进化 就是改善 提升 然后突然间 我变得很厉害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就是我出现在你面前 让你无话可说 我就是好像我以前就是这种个性 你戏剧感还蛮强的 我觉得有 后来大家看你总觉得你这个人就还蛮高冷的 其实你心里有戏挺多的 对 这企图性很强 了解 所以由这个开启了蔡建雅跟吉他之间的缘分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学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横起了一些旋律 嗯嗯 其实真的以前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写在哼的时候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些概念 没有明确是有很小路乱撞的感觉 这个好像还不错 然后以前就是还记得开始写歌的时候 是这个和弦听起来还不错 跟这个和弦 即便这个和弦不是在这个吊吊上 我就会硬把这两个和弦就是凑在一起 把它变成一个旋律 就从乐理的角度 一般角度其实是很难放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出道的时候一些歌会听起来 特别的特别 就是因为那时候什么音乐都不懂 只会刷和弦 是其实那时候还蛮 我有点怀念当时的自己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乐理 没有概念 但是你可以打破传统 那就是打破传统的一个很好方式 当你不知道规则是什么的时候 ok 对所以所以那时候就第一首歌 我记得就写了一首叫无聊 就因为我真的叫 就是我感觉很无聊 ok 无聊的时候写那首歌 对对对就写board ok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 也是来自蔡静昂的推荐 好我今天要推荐的是 这首歌 你怎么语气变得有点奇怪 没有说这这位歌手 相信对你来说很重要 跟你一样重要 对一一样的重重量 对一样的重量 好那他就是莫文薇 ok 然后是呃我也这首歌 是我为他写的教授 那是你的手 曾经轻轻按摸我眉头 但也是他摔开了我的手 写了起的祈求 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 你始终折折 你始终折着头 你始终折着头 紧握你拳头 透过这窗口 有人会猜我们是朋友 最普通的朋友 选着不点头 在记忆的上游 那是什么救助我心头 是不是你那双我熟悉的手 但抱过你的手 还能放在谁背后 你想过没有 我们为何会牵手 是什么理由 然后没有 然后甚至不再挥挥手 那是你的手 那是你的手 曾经把我捧在你胸口 但今天以后 但今天以后 他不会再敲我门口 有一股心红的哀愁 缓缓的流出 卡着我后头 你远远的抱着手 只站在外头 只站在外头 但抱过你的手 还能放在谁背后 你想过没有 我们上一次牵手 我们上一次牵手 失心了时候 然后没有人后 甚至不再挥挥手 甚至不再挥挥手 分手也不许 分手也不许 所以那个是你第一张 专辑 英文专辑 对 英文专辑 其实你 你大概到什么时候写歌 都一直用英语的逻辑在写啊 哦 好多年哦 都差不多 我觉得 到了 二零 零六年 嗯 差不多 我去到 对 之前都是 因为那时候的自己 也是不在状况内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很多东西都要 给别人做决定 然后 甚至自己的音乐方向 都是给别人 去规划 去帮我 就什么 什么方向 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对 所以是真的 到后来 那一年 就是最大的打击是 当我发现 就是公司已经 没有要我写自己的歌的时候 就是已经 没有人要我的时候 那一年 就想放弃做音乐的 但又同时 有另外一块的自己 就觉得说 如果我要继续做音乐 我要 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歌手 我其实 当时 那个答案 最明显的答案就是 我就是要回去 回去当一个创作歌手 创作歌手 但是创作歌手 当时 呃 就是我 我很多很多年 其实最挣扎的 就是我的语言 就是我的华语 呃 因为他并不是我的 他不是我的母语 虽然在新加坡 我们都是双语言 但是我都讲英语为主 所以我出道的时候 好多好多年 我都处在一种恐慌的状态 就是要跟大家 用华语沟通的时候 我是非常害怕 因为那个反应能力非常的慢 是 都是用英语 我之前看你说我一出道那会儿 接受才办 对对对对 你可能10秒20秒才能反应过来再说什么 所以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访问 对 很没效率的访问 对 就是你今年的访问 我明年才会结束访问的那种 其实你内心一直很恐慌这件事情 对 就恐惧感 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 当 呃一个华语歌手 嗯 就是误打误撞 本来就是唱英文歌 不再规话内的事情 后来 对对对 所以就感觉就是那种 突然间把我扔进一个大海 然后 嗯 我要自己学会游泳 但我没有心里准备 要学会这个技巧 这个技能 所以好多年 我只躲在音乐后面 躲在我吉他后面 就一直就是写我的旋律 其他人写歌词 我没有太多的意见 因为其实当时 你就觉得自己 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大家又觉得 你是一个音乐人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的小心虚 所以真的是 矛盾和冲突 对 你就觉得 这些音乐其实应该是 由你来掌控 但是有一半的音乐的灵魂 就是说像歌词这一类 甚至这个语言 你根本都没有参与到 那你算什么样子的 就是创作人 你凭什么去掌控自己的音乐 所以你自己心里 也有这个灵魂在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到了2006年 当我决定真的就是 我下定决心 我要回头 真正去找回 我那个创作歌手的 这个身份 去把音乐拿回来 拿回手上 我就从新亚坡搬去了台湾 就是真的决定 也没有太多计划 就是说我先去那边 就是摸一下 OK 就觉得要给自己掉了一个茶匙 其实那时候的那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几乎就是把自己丢进了一个完全 就是说中文的一个环境 迫不得已 我必须从零看 也不是从零 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我日常生活的一个语言 然后不知不觉 突然间在那一年 这些东西开始稳定的时候 你才发现 我好像可以开始写歌了 而且突然间很多很多的情感 很多的灵感 而且用是中文 就是突然间出现在我脑海里 还是要啦 偶尔还是要翻一下字典之类的 但是好多就是很快的就出现了 所以那张专辑就是在那种状态下诞生 了解 而那才是我真正觉得说 OK 这就是我的音乐 我真的可以把这个当 这是代表蔡建雅的东西 这就是蔡建雅的音乐 是我的方向 是我写什么 我就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的音乐就是什么 所以其实是有特别长的一个痛苦 超长的 你看二十年了 这样一路来 好心酸 我们继续推一首歌 也是蔡建雅的推荐 好 这是来自Karin Bailey Ray Like A Star Just like a star crossed my sky Just like an angel off the page You have appeared to my life Feel like I'll never be the same Just like a song in my heart Just like oil on my hands I want to love you Instead I want to know why it is I don't argue like this With anyone but you We do it all the time Blowing out my mind You got this look I can't describe You make me feel I'm alive When everything else is so fake Without a doubt you're on my side Heaven has been way too long Come find the words to write this song Come find the words to write this song Oh your love I want to know why it is I don't argue like this With anyone but you We do it all the time Blowing out my mind Blowing out my mind I've come to understand the way it is It's not a secret anymore Cause we've been through that before From tonight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I've been confused and in the dark Now I understand I won't know why it is I don't argue like this With anyone but you I wonder why it is I wonder why it is I won't let my guard down For anyone but you We do it all the time Blowing out my mind Just like a star across my sky Just like an angel off the page You have appeared to my life Feel like I'll never be the same Just like a song in my heart Just like oil on my hand 所以继续回去啊 刚刚一不小心聊到0607年 所以你在发第一张专辑 波尔的那个时候 那是在新加坡发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后来是什么样一个契机 就决定进入这个华语音乐的这个范围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一切都是 有一种缘分在操作的一种逻辑 因为当时在发英文专辑之前 有一两年我都是在Pub当主唱 对所以我们要倒过来一下子 就是我当主唱 然后当时我的经纪公司就说 那不如我们来帮你去找一些唱片公司 就是看他们对你有没有兴趣 所以当时就有几个唱片公司来看我的表演 但得到的回复全部都是那种 哦还好还是就没什么 就是还OK 没有太多兴趣这样子 所以所以他们当时经纪公司就给你这样的反馈 他真的他们真的就这样跟我说 就是唱片公司就觉得你还好 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好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被打击到 然后我当时也觉得自己没有很特别 但又内心有觉得自己还蛮特别 你知道那种冲突 了解 就是对自己有一种的评价不是很好 但却发自细胞里的那种 有时候会觉得但其实我觉得我还蛮特别 但是你的实际能力还没有到 我听到你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个很普通的想法 是不是 我说的话都是很就是很人类 不敢说出的那个 像是什么创作天才会说出来的话 对 反正 反正你当然自己就没觉得会怎么样 没有觉得怎样 但是那个时候也就刚好发生了那件吉他的事件 就是被骂的那个时间 所以你当时只是光唱歌 并没有开始学全部的音乐 我也没有学唱歌 我就是觉得唱歌很好玩 就是去唱几首西洋歌这样子 所以是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开始学吉他 突然间写了很多歌 然后我就把这些歌全部录下来 然后就给了我的经纪公司 他们整个吓到 因为我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三十首歌 OK 就是从一个完全没有才华 就是感觉还好的一个 一个pop的一个歌手 突然间就那种一堆歌就这样扔出来 怎么回事哪里来的到底是 我写的这些歌我不知道干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经纪公司就说 好吧那既然没有唱片公司对你有兴趣 那我们不如在新加坡发一张 就是你的一张这个就是原创的英文了解 专辑 而且那时候其实在新加坡算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新加坡很少女创作歌手 是 所以当时出来的时候就是有有引起一些些的 就是本地的一些反应 反应 反应对 但那时候就就只有这样子 也没有后去 其实没有没有 OK 只是会觉得突然间有一个好像很会弹其他的 还蛮有趣的 出了一张英文专辑 然后后来我很快速的发完那张专辑 我就去了美国 真正就是去要学音乐 学音乐 对 而且我是去学电子吉他 就是完全根本不像我的个性 OK 不是我的风格 但我就去学电子吉他 而在那一年呢 突然间 所有当时说我还好的唱片公司 突然间我的经纪公司就说 他们听的那英文专辑 感觉你还蛮有机会 他们觉得还不错 就不是还好是很好了是吗 不是就是说 好像是因为那张英文专辑 就是让他们回过头 就是听到我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一种缘分 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很怎么样 只是就因为有人说我没有很怎样 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我发一张英文专辑 有了后续的一切的事情 其实也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没有太多期望说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 了解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 稍后来聊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 杨宗伟的《对爱渴望》 也是我写的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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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奢望 那么困难 都是赢了孤单 孤单不醉呀 爱人的是优雅 尽量健康 睡得太晚 梦太平凡 别来烦 好帮个忙 独自嘀喃 天都快亮 又会下 无尽无尽的夜晚 不打烊的小酒馆 没有人急着回家 没有人想各自回家 无尽无尽的夜晚 爱在世界上打转 测试它对我有多疯狂 原来只是心事伤 对爱渴望 那么向往 那么困难 对爱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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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想往 那么困难 对爱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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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动 感动让你听见 我要我的音乐 哈喽 欢迎回来音乐VIP 我是客座DJ Tanya 蔡建雅 欢迎蔡建雅 我是清源 所以刚聊到你去美国 认真学电吉他 对 这次就是有学校有老师的那种学校 有 终于有老师 了解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边学一边得到了一些反馈 说有唱片公司对你的音乐感兴趣了 对他们突然间对你有兴趣 真的是 所以你自己在去美国学音乐的时候 就是你有没有很早就明确下来说 不管我比如说成名或者不成名 还是到底做音乐哪个部分 但是我就决定要这辈子去做音乐了 你有这种想法吗 一辈子 然后一辈子都要来说不存在 我很害怕一辈子这个字 太可怕了 因为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会充满了很多的改变 你转一个弯就是一个改变 所以在你小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或许吧 就是我从来没有一定要有永远这个字 在我的人生的哲理当中 就是因为我接受改变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改变 你就算是承诺 OK 我觉得人对人的一种承诺 还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承诺 它也只是一个在短暂的时间把你固定在一个形状里面 但是你不可以阻止在一个时候 如果你的人生需要改变的时候 你不让自己改变 所以我会觉得不要把永远套在自己的身上 了解 它只是一个可能在原则上 人做人的原则上 你说我永远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OK 但其他东西就是那种随缘吧 OK 所以你没有那种 有什么很大的抱负吗 在音乐上 除了证明说 根本都没有 除了就是说证明 我要给你证明看 我会做音乐 我每一次都是那种当下 好你说我不会 我证明给你看 了解 证明以后 然后我就好了 我证明完了 所以你的人生要感谢那些刺激过你的人吧 如果他们不刺激 你大概也觉得没有关心 就这样吧 永远 我觉得对 我必须有一天去打电话 对 打急通电话去 感谢一下那些曾经恨的人 真的 就启发我 好 我们继续听一首歌 也是他家的推荐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是 梁永奇的 归属感 又是我写的 好好好 好 我爱你 然后她们就在那里面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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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让我心烂 要同时间让我坚强 也想问你 为何我靠着你肩膀 就肯定自己会平安 就算你不在旁 我都不曾再提心吊胆 就算在很远的地方 我也能勇敢 睡在那陌生的窗 想想你睡在另一端 我就能习惯 我爱你 这就是归属感 我知道你在盼我挥返 你被挽 爱本身是指南 我托你好好将我的爱保管 也许你这辈子不还 为我撑伞 或对我虚寒温暖 连脆弱都显得自然 就算你不在旁 我都不曾再提心吊胆 就算在很远的地方 我也能勇敢 睡在那陌生的窗 想想帮你 想想想你就在另一端 从开始短暂 我爱你 就是这归属感 也就是我寻找了好久 个答案 两个人的缘吗 我爱你 就是这归属感 也就是我寻找了好久 的答案 两个人的缘吗 越来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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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因为你这个人懒得总结 和回看 所以大家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谢谢 然后你看了之后还蛮感动的 就说不看都不知道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 写那么多歌 所以真的想到自己曾经写过那么多的作品 还是会觉得挺幸福的吧 就是欣慰吧 就是说 好了你这种懒惰的这种个性 还是就太随便 随性的个性 至少有一些到后面有为自己就是争光这样 是 所以刚刚讲到去美国 然后收到唱片公司的反馈 所以回来之后就去到 去签了公司发了 没有耶 其实我是在美国的时候 我还在学音乐的时候 我的第一家唱片公司老板来跟我开会 然后我在美国签约 跟他们签约 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做了那张话语专辑 同名专辑 就是呼吸的那张专辑 对对 所以是在美国完成的吗 几乎大部分都在美国 了解 完成 因为当时我还在学吉他 那个当下你有冲突吗 就是其实包括我看 包括Luck 这些专辑 其实你封面都挺像一个朋克少女 真的 天哪 可是比如说 所有你的华语专辑 文化专辑的封面 就是虽然都是这张脸 可是他打架的总是那种 有很多情感 抒情的那种女性的形象 你自己当下内心有矛盾吗 就觉得 哎我做音乐好像也不是要这个样子 还是你觉得 哎能发片蛮好的 就你们先说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都有耶 因为就像我说的 就出道的时候 因为没有那个心理准备 要当一个歌手 我没有太多包袱 没有计划 所以就说 哦好啊 那发专辑 好吧 那就发啊 OK 但是我觉得 可能最大的不一样到现在是 以前真的 没有意识到 就是包装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甚至 也不觉得自己长得像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话 这样讲会不会太贬低自己 但是真的你会 就你觉得自己不会是偶像歌手吧 就是因为你没有去 你知道当你喜欢一个东西 你会去研究 你会去看很多的相关的东西 像如果你有一个梦想 你会一直去看 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去想当一个歌手 这件事情 所以对他的那种逻辑 你应该 歌手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你要有什么样子的台风 还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我从来都没有研究过这件事情 是 所以只是带着一种 没有自信的状态 我只会写歌 唱歌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就踏入了乐坛这样子 然后其他东西 我就让他们去帮我决定 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 我回顾 就回头这样看自己 就觉得 哇塞 你真的 你很 要怎么说 你真的还蛮 懒惰 就是人家 当时给你机会的时候 你根本都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 就随便啊 然后就是 就像你说的 在封面啊 好像 真的就是 也不知道自己的 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我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没有想过 有些人就是那种 我就是要 走时髦的路线 还是 文青的 就是那种 飘逸的 我没有 就是我是个rock人 好 那我就rock人到底 但是唱情歌的时候 就你们把我变成什么样子 我就跟随你们 就没有意见 OK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在这个部分啊 因为之前都只是在专注音乐本身的部分 而且应该是说躲在音乐的后面 因为当时就是对自己 确实没有太多的自信 就是外表啦 就是 虽然外表不等于一切 但是我觉得 视觉上跟听觉上 是一定要还是要有某一种谋合 我才会呈现一个非常比较完整立体的一个作品 这样子 所以 我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年以后 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 是 好 我们继续听一首歌 因为我是看你之前的采访当中提到这一位 其实对你影响非常的深刻 对 它是 就是民谣歌的教母 叫Joni Mitchell 然后我们今天要听的是Californi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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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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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